這個運動 這都是一千五百多以上的運動 以前拍現在你外人沒那麼多 剛才你有親信 便宜在開金牢 學生和學生都躲在裡面 你一定躲在裡面沒有離開 旁邊說外人的時候 他不放心 一定要親信 才是親信 比較有那麼多 你接著這個行業 他不可以做行業 他不可以做行業 他就是掃地 寬座上 親家 把他針對一些騎士 待會兒才會來 做行業 他就帶孩子 帶孩子 會騙孩子 這都是生家的行業 清朝那個時候 俯成就是台灣的首藝 那當時行政中心就在我們說的 呼嚇的十二大街 十字街那個地方 大概在今天的民權路 中藝路 當時呢 十二大街那邊還有一條就是打營街 以前要做打營街道就要學生了 三年四個月才一條出塞 不過傳統的工夫 順手來煮酒人要餓 漸漸是團去 臺南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夏季 清朝粗糙是時海禁 呼嚇五條港是對外交通的總路頭 開發港口之後 各種民間公約也對著 團進來台灣 清朝那個時候 俯成就是台灣的首藝 那當時行政中心就在我們說的 呼嚇的十二大街十字街那個地方 大概在今天的民權路 中藝路 跟民權路 永福路的那一帶 那不遠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經濟樞紐 大概是五條港地區 那因為經濟很繁榮 在這個地方呢 當時呢 十二大街那邊還有一條就是打營街 日本世紀到正後 依舊七空年代到20世紀月 台南吃這個運金主播台天的大名 有三千的師父 將全國落下英雄 到達台南要再訪好坐 當時我們台南那個就是 有一家永昌營樓 裡面一個蒜頭塞 它就集結了很多的那一種就是 民間手藝比較精湛的師傅 這個方式給點藏 自當時 雞仔圓路都是金銀手工店 總是說 這些好的人要來蒸台的東西 普通人根本就都買不去 而且打金也不是太惡 就不可以惡 如果三千的師父 你都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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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會 要住在裡面 你就是旁邊說 你說外人的時候 他不放心 一定要親身 而且是親情 比較有那麼多 你接著就這麼興奮 而打金也要三年四個月 才能出塞 塞夫跟三千的師父 住在三年三年 不輸一間月 三千的師父 會老到更很期待 補達蘇溫 那師父 如果有團生修羅 也會到塞仔做人 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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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配携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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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他現在圓圓就穿那兩人很漂亮 他這個溫度進都1200多以上的溫度 你如果金子沒水的時候 他表面就是年寮寮 而且二千蚵蚵 水起碼的時候你看 他本身要砸空一張 最漂亮的黃金就是他表面穿的金子面 順金燒過 變軟了後 教法隊練做薄薄一片雕作業 記著自己買的模糊 沒多久塞夫就做一次一顆順金的刺 塞夫紅青帆打金碼五十年了 他還好未接就去一顆金碼店賀塞 一顆月賺三百塊 他說賀塞的時候什麼就不效 打拚出塞料後 在高雄的金碼店吃頭路 他發現他哪個金手寺 內褲帶的金碼還有黃金手廟 尤其是黃金手廟 吃醉素東西好讓人家流行的團家報 尤其是黃金手廟 吃醉素東西好讓人家流行的團家報 很多名人說掛我的錶 他們落在那裡沒有掛 人家說掛這種金碼石的錶 裡面不可以撿十二千以上 金銀手工和八歲的生活文化有侃倫 代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貪圖 金銀碼的碰塞 價錢的銷子 很少的金川 人貴身背中的金氣 還有生命的金管 這都是一樣的 用六四川後出花季 花草一些道行 放在銀板上 靠近圍後用燒的雜燒火 卡火打出溫柔 斬樹若要比較明顯 就要洗白還才是道金 同樣的頂數同樣 連山幾年各位 才做得出來一個作品 一款幽露的工夫 未來鏘鏘就是團 日上的生活用品也是金銀 重要的一部分 自己沒辦法放 放在點的家中館比較好 每一條火爪 一顆一顆一顆 慢慢卡出 要做一箱子 老師父就要用三天的時間 這場人的製造 因為要鏘鏘 要鏘鏘 有大小塊 這又過了 過了 過修正 要再做了 這樣比較不會 碰到 但是去這裡 比較不會碰到 尤其這座過程 它又撒飛 撒飛是土騰 的 吉祥的土騰 這營地 一般是 這個 送給我們的視線 有飯人吃 還有 因為是很平衡的生化水準 但水嶺不是我們製造新人用品的金鋼大師 他最高製金鋼鐵架 一般為我們的架子是一張樓空 不能放棄 但是我的鐵架是可以放棄 這個架子也一樣 這個架子的立體 因為這個架子叫人滑 滑這個架子也是樓空 要做一個標子 現在是一支鐵架 就要三個月到廣長的時間 這款廟是廟工的機業 能有辦法團成下去 現在因為店頭要不要請財富 你吃牠是不會去 牠是不如就那些鐵邊的 鐵邊的 批貨 批貨的工廠做的 工廠做的良善 你現在這裡 市民上這裡打牠的財富 已經差不多年輕人在財富沒在牠 牠也沒有在學牠 牠真的要用館 要用館三個年 斷層就在這裡 學生沒有辦法用三連四個月去當學徒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了高科技 比如說現在孩子們 我們都教他們3D繪圖 然後用3D繪圖的方式 牠就可以用機器 用鐵射 用雕刻 直接做 用手工打鏡鏡子布 已經給牠看了 現在都是開帽子 帶領生產比較多 金銀手工機的 可能會逃逃的消息 不過金銀這個三夾不胖見 現代金銀藝術 不是比誰的手工比較優勞 電動是沒看創作 金銀可以運用在文創商品 請出卡榜上面的劉金銀藝 我們在地下會做 還要讓人療傷不夠的工藝文學 金銀藝術是一個多愁善感 才華洋溢的女孩 我用了珍珠 珍珠代表的是才華 那這個金銀藝就是用織背含珠 織了一個貝殼含著珍珠 然後珍珠上面會垂淚 珍珠垂淚 這一個是任銀藝 任銀藝是我覺得在金銀武俠小說裡面 最有智慧的女生 她很聰明 所以代表智慧的寶石是紫水晶 那這個作品就用紫水晶來做主食 她又是吹蕭達人 所以這裡是髮簪設計了一個蕭 然後有了日跟月的圖案 有當彭文學完素的金銀作品 讓雄彩靈在日空一數年 法國路普京 國際美術店阿祝庫提到當中 世宏的兵信都很喜歡 台灣的金銀藝 為早期清調漢前 日本當用美學團進來 到達受到世宏美術家的影響 新世代的創作 結合溫創和新的材料 雖然這麼特別讓人感到生氣 不過老債夫的金銀基督立北師團 他們打給媽的精神 更加是定規的活化作散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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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